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株铁线莲 这两株铁线莲都是老牌的获奖的铁线莲 多年以来深受大家喜爱的 一株是深红色,极为鲜艳的深红色 你现在看到它是有一点发玫瑰红 它初开的时候,颜色特别特别深 花看起来貌似有点小 其实它可以是非常大的 这么大 颜色差别看起来很大 其实这是同一株 它的名字叫做Clematis niobi Niobi和其他的铁线莲相比有一个特点 或者说叫做优点 就是说它既可以是二类铁,也可以是三类铁 可以轻碱,可以重碱,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做决定 我通常呢,因为我这个地方的重的很满 我是把它做三类铁线莲相比,你可以看到下面 我是把它全部剪光贴地剪的 所以的话呢,今年呢,现在才开花 今年差不多二类铁三类铁都开完了,它才开 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呢,天气比较热了 虫子特别多 每一朵花呢,花瓣基本上都被咬过 好像几乎看不到一朵完整的花了 有的更惨 你看,像连这种新的,还没开就已经被咬了 这种虫子呢,叫做earwax 专门呢,吃各种花的花瓣 尤其是铁线莲的花瓣 真的是很难过 也很难对付 今天想给大家看的第二株铁线莲呢 是这株白色的Clematis Houdian 它呢,是三类铁 当然这个时候开都是三类铁了 它的花不算大 但是呢,非常别致 你看,花瓣呢,是圆圆的 看着有点像透明的似的 它不光是正面好看 侧面和背面呢,都非常的好看 看,这是它背面的样子 从侧面看上去呢 它的姿态也非常优雅 花苞也很好看 如果你只看它的花苞的话呢 你都不会想到 它开了以后呢,会是纯白色的花 这株铁线莲呢 是所有白色铁线莲里面 我最爱的一种 它不光是观赏性比较高 花期也比较长 而且呢,花量特别大 现在即便是被虫子咬得不成样子了 看起来也还是楚楚动人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 两株三类铁线莲 或者说推荐的两株铁线莲吧 一红一白 在你选购铁线莲的时候呢 可以做个参考 我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